在今天呢卷土重来了吗 另外呢1514的亚利 这个稍微涨得比较慢一些些 但是今天还是蛮强势的 上涨呢幅度有6个百分点 就连这个1618 这一档个股之前 大家也是觉得说 好像这个怎么后继无力了呢 但是今天呢在合计的部分 修正修正之后呢 竟然重新突破了短期均线 在今天的合计表现很不错 是涨了6.5%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 昨天呢这个指数在往上冲高的时候 我们的全指股表现很不错 那么今天来看看2330的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好像表现 就稍微比较温一些了 大概只是一个撑盘稳盘的一个角色 另外呢2454的联发科 反倒呢还下跌哦 虽然说跌幅没有太深 不过这个联发科近期来说的话 也是多头的指标之一嘛 大家就会觉得说联发科休息的话 那么快要攻18000的时候 联发科休息会不会影响到 指数的走势 我们就来看看加权指数 指数呢今天呢 在平盘上下来做震荡 现在只剩下小涨2点左右 17893点 这个一下翻黑一下翻红 今天的整盘式来说的话 会不会有一点的静观情缺呢 那么后续行情又应该怎么来期待 我们赶快连线是摩尔头顾的分音师 陈俊妍 老师午安 义华午安 全国的观众朋友午安 好老师今天很带劲哦 看到这个重电族群哦 重涨兵服嘛对不对 好多党工上涨停板 要嘛呢就是6个百分点以上的一个涨势 好大家先问这个问题哦 重电是不是起死回神了 我之前有的我可以再等吗 他还会再继续往上 可能回到买比较高的一点人的成本区吗 还是说呢 他可能就只是一个短暂性的反弹而已呢 那么如果说盘面上 台股要供万八的话 现在是不是还欠缺东风 您怎么来看 好那第一个哦 那个刚刚提到那一个 重电族群啊 雅力啊 华城啊 河基啊 中兴电这些股票 大家在11月份都耳熟能详 当然这些股票 忽然之间会开始有一些的动作出来 其实这些股票 其实走的就是一个政策的概念啊 那当然啦 选举投票倒数也是15个交易日哦 今天过后就是倒数15个 15天啊 15天 所以你以股市的交易日来讲的话 就不到15天哦 好那其实现在来讲 我们在不会去提说 谁会当选啊 但是说以现在的趋势来讲的话 当选几率比较高的是哪个政党 那也许大家可以从政策面来看的话 就可以去理解会什么说 雅力啊 华城啊 尤其是华城今天又突然之间拉了一个涨停板 那当然就是说 在河基的部分也是一样 那这个其实走的一个政策的概念啊 那我会跟大家来谈就是说 这些股票怎么来去看待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到 就相同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只要现在能够是强势整理格局的 不管是族群啊还是个股 它都有共同的特色啊 就是沿着那个月线扣底值 强势整理的月线扣底值 我们在前面电话连线的过程 我跟他去聊到IC设计有这样的特色 那你去看一下 就是说重电族群来讲的话 那个华城啊 雅力啊 那这些股票相同都是具备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下去看来讲 要去挑战前波高点 我觉得是有机会 但是都说大家你要操作面的话 就特别要留意那个时间点啦 就说那个越来越接近选举投票啦 那基本上来讲你就要留意 就是说如果突破前高的那个时间 是在选举投票最后面那一个 那一个礼拜的交易日 那也许就是说 那个是不是留意一下 那个获利了结的卖点这样子啦 这个是一个时机的掌握 那有去跟大家谈到就是说 选举倒数啦 不妨就是说在现在 也许执政党的部分 机会比较高一点的话 去留意一下 就是说跟他政策相关的一些的族群 除了重电族群之外 大概可以去留意一下 其实基期蛮低的一个 那个军工概念股啦 好那当然现在来讲 刚刚主播有聊到就是说 那个联发科今天是跌的 那台积电今天也其实蛮温的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到啦 那个大盘的部分啦 那个不管要不要直接的这个礼拜 已经礼拜四了嘛 那个明天礼拜五 这个礼拜直接让我们看到万八 其实我会跟他谈到 只要留在时日线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整理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趋势就是不会变啦 那个万八是迟早的问题啦 这个概念我们是从11月 就延伸到现在了 所以只要拉回或是回跌 你只要在时日线上面 有一个买盘力道 或破时日线之后 有一个买盘力道拉起来 这个万八其实就是迟早问题而已 那只是我们去讨论就是说 能不能快一点这样子啦 那当然快一点的话 我们所聊的是 其实重点是那个 要角是在台积电的部分啦 因为联发科他其实从9月 10月大盘表现不好的时候 就一直的是扮演灵魂的角色到现在的嘛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联发科的部分今天跌 我觉得是无伤大雅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所谓的 一个奇牛背的概念 这个我们就讲蛮久的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现在来讲已经是灵魂角色之一了 那他跌不会影响说行情趋势改变 只是说说这边来讲 他需要有一个帮手啦 我们用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一样都是龙头股 一样都是可以扮演台北股市灵魂的 联发科已经走了从9月到现在 也一段时间了嘛 那另外一个可以帮他是谁 就是台积电这样子 那台积电来讲 我们有告诉大家 说现在来讲 不是说600块 它是一个关键 而是说台积电来讲的话 它能不能像联发科一样 把时日线拉起来 现在台积电的时日线 还稍微有一点平稳啦 所以它的涨幅不会太大 那个拉台的速度不会加快 那你台积电拉台速度不会快的话 那当然自然而然就是说 只要联发科做一个休息的话 那基本上大盘就不能快攻一万八啦 但我要跟大家聊的是说 台积电可以去 在接下来当作是一个关盘的主手 的原因也是在说过往 台积电的历史天价 那个都是从圣诞节过后 然后开始做一个集中的拉台 一路的到那个跨年的元月啦 那所以台积电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只是迟早问题 反而这个时间点 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 盘面上面的资金流向非常有趣 台积电的概念股已经先动了 那如果我是看一下那个3131的红硕 它其实已经在那个12月的上旬 就已经先有一波的创新高的走势了 包含了今天来讲的话 开始有动作的是6187的万润 6169的凡宣 这些股票这两档其实是已经层级了很久 那今天开始做动作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那个先做一个拉台或资金开始慢慢往台积电概念股 这一边的一个迹象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要做快工来讲的话 应该是迟早的问题 这个过往来讲本来就是圣诞节之后才开始爆发的 所以我这一边认为说大家不用去 那么在一周大盘要不要赶快看到万八 我们就思考的是说 万八需要有什么样的角色来帮助台北股市来做拉台 那我们从台积电的概念股已经看到一些的迹象 包含了3413的金顶 这个都是相对牛皮的股票 可是你会发现就是说 其实默默的在这个礼拜已经轮流的来做发动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加快一个脚步来讲是迟早的问题 那反而就是说这个时间点 要去留意一下大家在各股方面的操作 今天来讲的话 红基的涨势就有点比较平缓一点了 那大家可以看得出说 这一档的那个牛皮股来讲的话 当然已经是拉台了两个礼拜 我会先提醒 在整个跨年之前来讲 要留意一个调节卖点的一个机会 那留意一下本土自营商的动作 因为本土自营商本来就是都会有一个逢高获利了结 前面来讲 那个大盘比较 那个没有办法快攻的状态 其实都是本土自营商扩大调节的 都不是在外资 那你在那个红基的部分做完调节之后 我觉得一档 它入股 所去布局的 布局AI除能领域的 这档8114的震华店 它的涨幅就相对比较压抑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在红基之后来讲的话 震华店的表现 那当然说今天来讲 整个IC设计的轮动 是集中在那个电源管理IC 因为这个礼拜 那个ADI 全球第二电源管理IC的供应厂 有去发出 就是说明年要做 那个调高售价 涨幅在那个10到20% 所以其实 CDKY 励志 茂达 智新来讲 还有包含的莱杰 其实就开始做动作了 这代表说 其实后续那个IC设计的轮动 还是一样是行情的主轴 当台积电还没 开始发动的状态下来讲的话 行情的重点 还是在电源管理IC 然后所带起来 其他相关的网通IC 这些股票的轮动 那当然就是联发科的集团来讲的话 我要跟大家来提 就是说不得不去看 整理一段时间的 6533精心科 这个都是大家 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讲 大盘还没公万八之前 可以去留意操作的一个机会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我们非常谢谢俊元老师 刚刚说到了 今天的确在宏基 有出现一些些的卖压了 投资人说 除了宏基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2324的人保 人保昨天也创高 今天也是压回 虽然说还没有压